你偷東西啊? 是呀!報警啊! 你動我的直車啊? 報警啊! 你動我的直車啊? 報警啊! 報警啊! 當然了,你現在偷東西,動我的直車 快點,鎖住吧! 偷! 你夠膽沒試試再碰? 喂! 爛呀!屌你老母! 你傻呀! 你傻呀! 吊什麼東西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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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吊你老母啊! 怎樣啊? 你一個部直車啊? 一爛爛了就吊你老母! 你等仇靶啊! 你媽呀,臭屁! 爛爛了就跟你說, 一部直車被你拉花了啊! 幾萬元就賠死你啊! 吊你老母! 爛呀! 鄧超來踏你啦! 你老母! 臭屁! 嘩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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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走過來啊! 嘩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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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送貨佬 在元朗與豪山莊送貨 由於他的積車擺在路上 有個保安又出來扮大佬 說他了路 要扣押他的車 剛好給個送貨佬看到 上前阻止他 說大代保安偷東西 不問自取 還叫個保安不要搞的車 大代保安以為自己大佬 當然不聽你的了 一下拉他積車 之後向前撲街 笑佬死人 送貨佬即場怒小個保安 說他整花的車 要賠幾萬 大代保安 可能撲完街之後 整個人收了火 整個鵪鶲禁被人任小 又或者聽到要賠幾萬 咬了底 今次真是扮大代不成 還要嘔吐